她曾经代表中国夺得冠军 回国后却因为身高太矮遭到开除 无奈之下她只好加入外国国籍 自此之后连夺11冠打脸领导 她就是皮红艳 她成为冠军的路上有过哪些经历呢 她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开除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一起来走进皮红艳的传奇人生 皮红艳1979年出生于四川 都说四川出美女 皮红艳就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生 八岁的时候因为喜欢打羽毛球 便开始慢慢练习羽毛球技术 皮红艳的天赋十分突出 四年后便被招进了四川省队 进入省队后 皮红艳接受了更多专业训练 技术有了突飞猛进 在各种比赛中频频拿奖 这也引起了国家队的注意 1997年皮红艳被招进了国家队 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皮红艳坚持训练 她的梦想就是代表国家去获得冠军 她的努力很快就有了回报 她多次拿到公开赛和团队赛的冠军 还获得了去美国参加羽毛球公开赛的机会 并成功夺得冠军 然而这个冠军并没有给皮红艳带来好运 反而将她的人生推向了另一条轨迹 在美国夺得羽毛球公开赛冠军之后 皮红艳回到了中国 这时她的教练王俊杰找到她 对她说 你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四 打法发展前途不大 要把你调回四川队去 王俊杰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将皮红艳开除国家队 这时的皮红艳心里感到心寒 毕竟她刚刚为国家拿下了冠军 刚回国就因为身高的问题 遭到教练的开除 开除的理由听上去是那么的敷衍 情绪失落的皮红艳回到了四川省队 她一年被限制只能参加两场比赛 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六百元 面对如此困境 皮红艳曾想就此退役 但心里多少有些不甘心 就在这时一家丹麦的羽毛球俱乐部 请她到丹麦打俱乐部联赛 于是在2001年皮红艳离开中国 来到了丹麦打球 后来她又获得法国国家羽毛球队的邀请 请她加入法国队 她也欣然答应了 皮红艳开始代表法国 参加奥运会世锦赛 欧锦赛公开赛 在2003年到2005年 连续三届赢得法国羽毛球杯 公开赛女单冠军 成为扮演世纪以来 首位夺得冠军的法国球手 此后的每一年 皮红艳都会有冠军奖项 收获麾下 连续获得11次冠军 被称为羽毛球界的欧洲一姐 一直到2012年 伦敦奥运会正式退役 皮红艳用实力向世界展示了 她惊人的羽毛球天赋 也证明了当年王俊杰教练 将她开除国家队的理由 有多么可笑 退役后的皮红艳 在法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的丈夫是一名翻船运动员 虽然家庭幸福 但皮红艳还是有一些遗憾 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代表中国队 站在领奖台上 听国歌响起 可见即便曾经代表法国出战 但是皮红艳一直没有遗忘 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在中国成长为体育强国的过程中 失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 如田智希 乔治敏等等 他们大多数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 如果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而流失人才 这也是让人十分痛心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运动员 能得到公平的待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大家对皮红艳的经历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关注杂匠体育圈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